仁爱乡亲近地区枯水棋缺水的问题 现在终于获得解决 由南投县政府施工新建的两大续配水池 已经完工了 县长林明珍也特地到仁爱国中主持启用仪式 与多位贵宾合力开启水阀 现场的乡亲及业者们都相当高兴振奋 肯定林县长施政能力 亲近地区自来水蓄水池落成启用典礼 在仁爱国中的学生 也以精彩且充满活力的约米舞蹈 热闹开场 县长林明珍亲自爬上蓄水池顶端查看 了解蓄水池的相关设施和功能 一行人更前往上游的1200公吨大蓄水池会刊 查看该蓄水池的地理位置和现况 对于蓄水池的设施 林县长表示满意 也表示 有了这两大蓄水池 就能够顺利解决大清淨地区 冬季缺水问题 未来管县委屈问题 则是要麻烦清淨地区 检疫自来水管理委员会 来协助维护 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水资源 共同来维护 我当县长之后 我当县长之后 因为清淨地区的吹水严重 要赶快把实现了我的证件 所以我就积极的来邀请各单位来协商 那么我也亲自到水利时 向水利时的长官报告 清淨地区 还有我们仁耐锅中 缺水的严重情形 终于获得他们补助了700万 我们县政府配合 总共减费是839万 我们就请我们延民级 近视的来花包施工 在短短的半年 我们就把那花包完工 今天来启用 有一座1200吨的 还有仁耐锅中300吨的 还有这种细水池 我相信将来清淨地区 仁耐国庄 就不会再有缺水的现象 所以我们县政府 对仁耐乡 严民区所要需求的建设 我们都会努力地在征集做建设 现场包括县议员邱美玲 林芳宇 石庆龙 廖文贤 仁耐乡长孔文博 及地方师生等多人 都到场共襄盛举 金庆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张雅芳 则感谢林县长 游了这两大续水池 就能够解决 清淨地区农用民用的缺水问题 续水池 1200吨 已经在这边做好 已经续水好 对于清淨地区的农用民用 还有社区里面的居民所用的水 得到很大的帮助 解决冬天时期 去枯水时期 能够说不缺水 可以讲说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县长林明珍 带动之下 然后他现在做了县长 成为我们这个清淨地区 最大的助力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他 大家以很欢喜的心情 等待的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在我们一个肯做 用心做会做事的县长奔走之下 我们今天自来水的启用典礼 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之下 我们来到了这里 县府原民局表示 此次新建完工的两大汽水池 分别是位在翠峰、梅峰之间的1200公吨 以及仍爱国中专属使用的300公吨蓄水池 位于上游的1200公吨蓄水池水 目前共有五条水管 借用往下游供水 相信两大蓄水池的完工 将可提供大清津地区 每天约6000人的用水量 有效解决冬季缺水问题 在这里